日会树 饼干饼干圆圆 我最喜欢吃饼干 饼干饼干甜甜 我会自己做饼干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做饼干吧 来 把袖子挽起来 游一游 团一团 啪啪啪 饼干饼干圆又圆 饼干饼干圆圆 放进热热的烤箱 饼干饼干甜甜 饼干饼干转转转 哇 我们做的饼干好香啊 再做做一些吧 搓一搓捏一捏 啪啪啪 饼干饼干 变又变 饼干饼干圆圆 我最喜欢吃饼干 饼干饼干饼干甜甜 我会自己做饼干 小朋友们 做饼干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游一游 团一团 啪啪啪 饼干饼干圆又圆 饼干饼干圆圆圆 饼干饼干圆圆 放进热热的烤香 饼干饼干甜甜 变大变大转转转转 嗯 这种多好吃的饼干送给谁呢 好 搓一搓捏一捏 啪啪啪 饼干饼干饼干 智慧我 智慧树像你和我 智慧树前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 耶 树镇orit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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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ится 大变 大变大变 放到尸戏 再跟正前准修 他们自己自助要吃 aya directional 猴果果大厨师就是我 猴果果 刀哥可爱 刀哥就是我 刀哥 还有我最最聪明的猫儿 啦啦啦啦啦啦啦 自己做好学家 哇 好想吃啊 看上去太美味了 是啊是啊 那谁会和我们一起做美食呢 小厨师雪儿今年五岁 小厨师天天今年五岁 小厨师文文今年五岁 小厨师嘟嘟今年七岁 啊 欢迎我们的小厨师们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葡萄蛋塔 那在做美食之前我们要怎么做 洗手啊 洗手啊 好 一起来洗手吧 洗手 默默被造型小说 白水怕花多又多 错错错又错错 小说变得很干净 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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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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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了 关掉谁都跑 好 我们的手已经洗干净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美味的葡萄蛋卡了 桌上摆着四样食材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一样 白白的 像水一样 牛奶 这一杯牛奶呢 对我们的身体棒棒的 很有好处啊 可以长得高高的 第二个呢 奶油 奶油 我们先走 来看一看 一股浓浓的奶香 好 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啊 牛奶和奶油有什么区别吗 牛奶是液体 奶油是固体 大家认为它对吗 对 这个牛奶呢是液体啊 这个奶油是固体 好 小猫们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玩一个 牛奶和奶油的游戏啊 这个液体的话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特别的软软的 特别的软软的 是不是啊 好 那我们先来模仿一下牛奶 想和我一样把手取高 然后我们要变成液体了 啊 流氓的液体 软软的液体 这个奶油是固体对不对 对 对对 太粗了 奶油只要我们随便摆一个造型 如果固体我不能动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啊 我喊什么 你们就摆这个造型好不好 好 首先 我的口令啊 奶油 牛奶 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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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 听我的口令 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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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棒啊 好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样是什么呢 第四个呢 灭乳 灭乳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四样东西呢 混在一起 让它们成为好朋友 好不好 好 慢慢的倒啊 好的 接下来呢 要放奶油 好 第三样吗 用手 均匀的把这个线砂糖呢 打进去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倒这个练乳了 嗯 这样好 接下来我们要用到这个 咚咚咚咚 是什么呀 脚搬帽 脚搬帽 对 是脚搬帽啊 好 我们用这个脚搬帽呢 把这些东西呢 混在一起 成为好朋友 好 脚搬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要用到这个 小朋友快看是什么呀 鸡蛋 鸡蛋 我拿起两个鸡蛋 放在我的眼睛的前面 噢噢噢噢噢 噢 我的眼睛是不是突然变大了呢 鸡蛋半大的眼睛啊 真的是太可爱了 但是呢 用的不是整个鸡蛋 我们会用到蛋黄 那小朋友会问啦 怎样才能把这个蛋清和蛋黄区分开呢 把蛋清给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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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蛋清可不能吃哦 有细菌哦 那我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把鸡蛋呢 喝到碗里 然后拿起瓶子 倒扣过来 用手捏一下 然后放在蛋黄上面 哇 好人天啊 怎么样 这样呢 蛋清和蛋黄就区分开来了 对不对 瓶子一捏 做啥 怎么样 回头 一直走 对 我们来模仿这瓶子一吸哦 来 一二三 吃蛋黄是什么样子的 一二三 就像吸着面条一样 吸进了这个瓶子里 接下来呢 我要演示的是第二种方法 看好了 可以 放到勺子里放动一下 好 最后勺子里剩下的是什么呀 大黄 我们接下来就各自 把这个大黄还有蛋清区分开来 好不好 COME 大黄区分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到这个了 是什么呀 面粉 面粉 那这个认识吗 要把锅里去 差不多 把面粉倒下去 小红火药 开始 哇 像怎么样 像 来 和对方的杯子碰一下 来 来 咱们碰 对 干杯 接下来呢 我们把刚才搅拌好的 这个液体倒进去 好 都混在一起哦 用我们的搅拌棒来帮忙 接下来呢 我们会用到一种水果 是什么呀 葡萄 没错就是葡萄 请我们的好朋友 BPOP带着我们的小厨师们 去智慧树农庄摘葡萄 好的 欢迎小朋友们来到我的葡萄园 我们需要呢 来采摘的就是葡萄 这个葡萄呢 是长在葡萄架上 或者说是这个葡萄藤上 我的手里专门有摘葡萄的工具 我们只要用手掐在这儿 然后呢 把它剪下来 就可以了 好 这样呢 一串葡萄就摘下来了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框子里 我们的小厨师们 你们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了 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摘葡萄 出发 好的 我们今天四位小厨师啊 表现得非常棒 不一会儿呢 就摘了满满两封的葡萄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要交给我们的 红果果大厨师 来 小猫们 出发 哇 小厨师们太棒了 让我来尝尝你们摘的葡萄 到底甜不甜呢 太好吃了 那我来尝尝你们啊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和这个葡萄有关的肉口令啊 不要 吃不到 吃不到 那你再说一遍 准确地把它说一遍好不好 吃葡萄土 吃不到 吃不到 不吃葡萄 吃葡萄 不吃葡萄 不吃葡萄 倒吐葡萄 妈 我真的说对 妈 我真的说对 妈 那不度能不能加快速度吗 吃葡萄 不吐葡萄 不吃葡萄 倒的葡萄 妈 说的真好 我才不够长好不好 来 雪儿 你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吃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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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听到你 吃葡萄 妈 接下来呢 我们拿起其中一颗 我们自己认为 最大 最紫的葡萄 然后呢 把它的皮儿给剥开 放进 蛋挞皮的中间 我们把这个蛋液呢 倒进 这个蛋挞皮里 慢慢的倒 这会就足够了 最后呢 我们只要把它们 放进烤箱里 烤至25分钟 香喷喷的葡萄蛋挞 就做好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 怎么退呢 消息 消息 擦擦桌子 洗洗盘子 啦啦啦啦啦啦啦 刷刷杯子 整理整理 养成好习惯 小朋友们都很棒 啦啦啦啦啦啦啦 自己动手很快乐 一起做美食 小朋友们 美味的蛋挞 你们都学会了吗 让我们再来做一遍吧 第一步 将牛奶 奶油 细砂糖 炼乳 搅拌均匀 第二步 将蛋黄分离出来 与过筛的面粉搅拌 与过筛的面粉搅拌 制作蛋挞液 第三步 将蛋挞液倒入蛋挞皮中 放入葡萄 并放入烤箱 这样美味的葡萄蛋挞就做好了 太棒了 我们的这个葡萄蛋挞大功告成 我们先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一起说 小厨师 大创意 今天我最大 太棒了 我们可以吃了 二十八 今天是我爸 我是大哥 我是猫儿 小哥和摩尔 跳跳吧 摩尔摩尔 我给你出个秘密 打一个文具 不好的 我这么聪明 肯定难不倒我 这个题可难了 你听好了 一座桥摇一摇 这边低那边高 小朋友们笑嘻嘻 这也太简单了吧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加声 跳跳吧 答对了答对了 就是瞧瞧吧 你们可真厉害 道哥 有情况啦 那我们去吧 快去看看 小兵 你看这有恰恰板 我们去玩吧 好的 走啦 小咕咚都 你快点 我要开始了 停停停 怎么了 为什么要害羞啊 小伯伯们 你们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小股东还没准备好了 不能开始 对了 你真聪明 玩跳跳板的时候 要等到都准备好了 才能开始哦 慢慢的 小股东还没有准备好呢 先坐下 我准备好了 预备 开始 开始 小股东 小股东 我想松开双手玩 小股东 又怎么了 玩敲敲板 很多开心啊 小朋友们 在玩敲敲板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玩敲敲板的时候 双手抓好 把手不能松开 对了 玩敲敲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双手抓好把手哦 不行不行 我们要双手紧握把手 才可以玩哦 握好了吗 握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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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 什么了 出什么问题了 小朋友们 当有人在玩跳跳板的时候 我们可以随意靠近吗 不能靠开心 小心碰手 不 太棒了 不 小兵 我们停下来 稳稳的下来 然后我们去捡球吧 好的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 去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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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唱吧 翘翘板 真有气 坐稳符号要牢记 游乐钟 手抓紧 停下 靠近 要小心 你们都记住了 玩翘翘板的时候 等小朋友准备好了 才能开始 玩翘翘板的时候 不能靠近 会伤到自己 哦 小朋友们 你们太棒了 我是豆哥 陪我 我是摩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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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哇 雪下的好大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耍雪吧 一起来 猛猛锅 我也来啦 嗨 猛猛锅 不错了 一起来扫雪吧 嗨 一起来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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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快点来和我一起来吧 好好好可爱 快点快靖子 Councillor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咕咚信箱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大家好 我是小咕咚 我是你们的朋友 果果林 好的 灵灵 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 在微博上挨碰我们吧 好的 现在就让我累了 亲爱的红果果 绿泡泡 你们好 我叫刘一舟 小明悠悠 来自江苏南东 我一直都很喜欢看芝麻树 我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天在电视上看见我自己 太棒了 那这是今天小朋友们 今天我教大家做的美食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你们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了 就把你们做的美食拍成照片或者是DV寄给我们 凡是给我们写信的小朋友都将几乎获得 与我们咱们宿出的精美礼物 赶快行动起来吧 收到这边联系我们了 我们一起看起来吧 发票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上我 穿着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上我 拍段视频花香图花记给我 记性定制一定要记忆哦 美金十一零零零零三八千香 一二三明天 只会数在木古东山 一二三明天 有些变化十一零零零零三八啦啦啦啦 小朋友们快点来信吧 大家来信吧 小朋友们再见 小朋友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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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